南边来打的一些队就可以了 往左边倒过来的队伍其实 小帅 纯好 诗带红 RW山上行进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话也是警告了队友 不能再往这山上再走了 山智得驾枪点给击倒 明露强行拉过来把小帅给补掉 但是随着山智的倒地 这一波RW得把队友叫过来 因为公主已经停在了反坡 一颗雷直接补掉了山智 这颗雷太准了 而且明露现在血量刚刚打起来 打上药直接开始往后撤 那这个时候后点的队友一定要驾枪 但是后点的队友被野猫撞了 微博好像也是刚到 SUK停在高点 RW现在是进退两难 想要进防弓洞都进不去 罗斯科也是放倒了成CAA 现在要烟雾来蓄灭 但这个位置又比较吃头之物 截倒了 截是被下播的VS击倒的 这波其实 就是因为微博这边倒人 其实微博是最容易用头之物 去清掉RW这个点位的 会缓一下 RW只剩迷路 烟雾当中可以考虑先救下 随着维森的倒地 那这一波RW有更大的希望 可以把人救起来 是的 维博最后也来人了 如果最后救起来 打上药赶紧跑 这个点位负贝受敌 但是明露 明露 还想操作 想扔门口的雷 只能靠眼猫这里先限制到 这真的没有必要操作了 因为你已知身后 还有一对VS 你再不走就真的走不掉了 想走 现在周围有可能要聚集人过来了 没信息 神C的血量是比较差的 这个点位往前开 其实前面是有好几个炮楼可以做选择 对 因为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山头附近就是圈中心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停在炮楼 继续往前开 要去当陈玉男孩吗 先去北部山头 这个地方是体坛 又是体坛 殊途同归 你太会选了吧 这冥冥之中有人指引 这个意思啊 感觉背后必有妖人指点呢 现在迷路倒地 陈C这个位置如果跳下去的话 可能血量会直接把自己淘汰了 这波真的是一个大剧本 然后觉得看起来就是一场大戏 说实话现在阶段三还早 后续还有可能会排走的 所以说现在RW这两个人呢 也就只能进人事拼天命了 来看正面 背的一个铲车 直接一车铲两人 一车双铲 这是我还是比较少见的 并且自己还没有倒地 RS的队友 火力梦顶到今年 大拳也是危在旦夕啊 最后还是索索拿过头 这一波show time的防守 啊 碎山的渣 这个防守 这一波show time的防守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边NV从五防拉出来 想要劝架收分 但是一看这边战斗结束 结束得太快了 雷伯跟体坛的一个贴脸 合胀接住两个下车 野猫在后点架枪 维森放到了狼影 野猫这个位置皮地干拉 面对体坛两个人的下车 换枪之后是双拳难敌四手 是的 最后维森因为在车上没有输出位 体坛看着第一时间好像 第一时间他先击倒了对手的两个人 然后合将这个进点他的队友又倒了 当时以为是打回来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体坛获得胜利 来了 又是KSG想要过来劝架收分 但是旁边的LGD已经率先顶到了进点 先丢雷试探一下 天在这个位置先不断地穿烟 叫上队友 顶到烟雾里面 那就是一个五五开了呀 谁也看不见谁 合将又倒了 直接补掉合将 苏皮还在烟雾里面丢雷 最终是被炸爆的一颗雷炸倒了 凌莎引爆赛具 补掉了酥皮同时也炸倒了自己 然后自己的被姨的雷给补掉了 这是干嘛 有点混乱 因为有烟雾 猫猫也倒地了 TS应该想吃 想吃这个战区 这场比赛扎宝就是典型的姨老师 劝加一定要小心翘 姨倒地了 被UP直接补掉 体坛只剩狼颖 还在烟雾当中 LGD这边也只剩一个两人编制 一颗雷 一雷双翔 狼颖再次帮队伍拿到了保底的分数 体坛又活到了这个阶段 他又活了 他收了巨量的淘汰分 虽然他少了很多人 但是他用这拨人换了巨量的淘汰 要知道我们在这个赛季之下 我们也是评估出来了 场均8分就是夺冠的最终分数线 这场比赛体坛已经收获了巨量的淘汰分 是的 余子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是外场的无人机的一个表演 是的 然后我们可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去外面去参观一下 或者是锁定我们的直播 是 这也是我们和平精英的无人机表演 是的 那T3里没有选择救他 阶段4然后他又有点远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扫车 龙仔鞋手下了一个 还有一个半雪 半雪的话应该会招给前面的敌人 虫家宝 发发 尾巴再去 是带走了天 但是第一个手下的浪度被格子给K掉了 因为换子弹第一身没捕人 86也是知道前面龙仔的位置 扔一颗雷试探一下 这个点仙仔也 你队友还在上面仙仔 仙仔仙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你知道吗 就是一头挡进去 他也不管3721 我不管你是谁 你就自己在上面欢迎地摇吧 86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 上不去下不来 一颗雷直接带走 就是86正准备开火 还没有出手棒一颗雷 这个节目效果也是很搞笑的 他又说我是叫你来帮我的 正准备开麦呢 人没了 现在这个 现在应该是属于 他们俩沟通下来想保分的那一个 所以才扎进去 来看下一个圈形 马上就要刷新 监狱还有一脚在圈 那监狱里面的三个纯粤男孩 仙仔要面临竞圈 RW二打一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 我甚至觉得仙仔可能都不知道迷路的位置 令的血量比较低 能扎去哪里呢 马路边的厕所吗 四人哪边去厕所有点不太现实 还在往前开 并没有选择停 还在开 难道是VM吗 VM的点 王源已经以暴戴卷 炸倒了树海岸 树海被捕 牧羊也是由索虎祈祷 这里没出 拿到艾斯的祈祷 然后另一 一只亮春还缠倒了VM一个人 这一瞬之间VM是爽收好几分的 是的 不过现在这个情况 得赶紧第一时间封烟 保证自己的存活 往后封烟 往后退 KSG想要去劝架 但是身后没人看视野 TC顶到了脸上 姐姐想偷家 但是KSG还没出去呢 索虎一颗雷没有丢进去 对方丢了颗霾雷那索虎只能先往上撤的时候 被北约发现了 是的 被北约一松子带走 现在暗炎 暗炎这个点的话应该是第一枪位 但是他们还在执着VM那个分数 这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 这个时候进点注意线最大的 肯定是TC这一侧了 因为VM根本没有办法去进攻KSG这边 另一边这里是监狱的山头 RSG还是满边的姿态 在防守侧面的天霸 而且脸上还有Z9 Z9一个人 一个人应该是 独目难知吧 对 因为他的队友特别远 他的队友公主在蓝牌之间的弟弟对枪呢 盒子也在放弟弟 二打一 公主还没什么好言体 起身就会被打 就看Z9这里了 Z9应该是没有手雷了 这个位置往后退的话就会遇到天霸 哎 放倒了领域 他是看到背后来人了 然后这里就被带走 那RSG将要迎来新的进攻方 满边的天霸 是的 天霸应该会选择先扶人 然后调整好状态 用烟雾脱垢这个时间之后再往上去打 但是很快啊 蓝圈就要烫屁股了 其实这个点位啊 想要强行去推RSG的话 只能利用手雷去打开突破口 是的 他们是用车来往前 冲后面的人状态还没完全打起来呢 闪电第一颗雷没有丢好 但是没有关系 手里还有第二颗 看角度还不错 炸了个半血 领域被救起来也打上状态 真面是四打四 这波RC的伤害肯定是打满了的 就是击倒量不太高 因为我看天霸一直在反复打药嘛 看看天霸的组合雷吧 雷丢得好的话 是有希望打开突破口的 狼颖被清了 狼颖的队子还挺中心的觉得 看到清智的一个特程 两边一起出枪 同时清智的脱手雷 直接炸倒了RSG两个人 根本不需要组合雷 队友往前冲了 弟弟一个人有点难挺 有点难挺 魏小说已经将背给 和弟弟全部都补掉 还有闪电 闪电的位置稍微省密一点点 闪电有点晕 打着打着趁自己一个了 我感想说知道他的点 他不可以怎么动 但是纯毅男孩出手了 这次我没想到点欲长出来了 后面还有迷路 这个时候在蓝圈里面 应该先打个壮胆的 来不及了 白小春主动出击 然后还是被防守住了 毕竟贴霸人多一点 对 但是陈C一个人拉出来 应该也是补掉了一到两分 而且闪电并没有撑这个机会 再对贴霸有更多的放倒 甚至他自己还很惨 另一侧 TT这边也是开始的推边 是 不过推边的这个过程啊 还是比较艰难的 对 现在只有三个人 TT要进圈 又去撞TC那个方向了 TC背后又迎来了新的敌人 这边一个侧身 直接放倒了峰许 思婷的街车雷也是带走了北墨 这一波TC的防守就很完美了 因为这是TC的绝佳输数据 看看填巴 371 闪电这个位置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 直接拿下 另外一边 我刚看那个防区 扎宝是一颗雷 波然来了 打太久了 莫处倒地 北渊一搜 北渊 激倒了两个队的不同的人 然后沈森森也倒地了 KSG这边只剩微笑 往下走面对北渊 北渊没有打过 还剩北斋 微笑现在水量很低 他还可以打药 余都瞬间 风一不倒了两个人 是派大新的枪剑过来了 东东一颗 刚好一颗脱手雷 把自己给捕了 那这一波已经不在圈的TT 放倒了房区里面的两个人 一定是要顶到房区劝架的呀 房区现在变成了一打一打一 三个独狼再一遍房区 任跟微笑会更近 任已经掐好了雷 微笑没有雷 微笑是闪 TT不想着来吗 TT TT我觉得他是不是信息记得有点乱 他是不是把目光盯到了刚刚4M的那个车阵呢 那个车阵是载圈的 而且有很多的载具可以做掩体 有可能吧 我觉得七七现在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整个右侧都没什么人了 对 黄二呢他是在偏南部做一个信息的观察 北斋看到了 看到一个缝 描着缝带走了微笑 又是一打一了 这个房区对阵北斋 现在七七你反正有车用 你想一下你是推南边还是推北边 北边没地形 但是有房 但是这个房又很边缘 都没有想着来 那这个房区呢 将会给到两个独狼更大的舞台 TT想的是 往南走 山地好打一点 打南边的话 冬家堡是三人编制 三打三 但是从低点往上推啊 还是有难度的 你们这个车的类型 还好有一辆大车 往前先拉扯一下 就还有一辆 就刚好有一个反坡 可以暂坐停留 对 阿杰先去兜一下火力 然后两个队友帮忙架枪 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击倒 其实阿杰这个时候就是 起到了一个性枪线的作用 另一边房区 北斋是完全按捺不住性子 在刚好这个圈形一刷 北斋不在圈 但是韧在圈 所以说北斋只能 往前去进攻 而随着这个圈形一刷之后 4M之前的车阵 好像又变得有用起来了 打烂了两个门 手里还有两颗雷 先把门打烂 然后再丢雷 但是看情况上来看的话 北斋没烟 这过点有点难过了 任也没有任何的杀伤性投授物 但是他有六颗闪光弹 一个手雷 丢一楼 弹一裤 直接引爆 精准之导 完成了防区的战斗 现在他要换房子 换房子 其实天霸是吃到这个信息的 但天霸也不着急 他在等待南部这两个队伍的大战 一旦打起来天霸一定会拉过来圈架的 六七六一定是倒地状态 龙仔血量很残 只有花花是满状态 花花这个时候 需要给队友争取一个扶人打药的时间 但TT这一波也不会直接顶到地点 因为这个点位已经不在圈了 同样把两个人选择王明一波 要顶到4M那个车阵 要追那个车阵 能不能够成功落位 倒是到了 落地的时候倒了一个 而且TT这里刚好是个破位 黑斋这边作为独狼 还在房区里面想要去拿分 但是手里面已经没有投掷物了 他继承了刚才认的六颗闪 六颗闪好像没有太大作用 确实 从现在这个局势上来看的话 吃鸡概率比较大的 应该是高点的天霸 以及侧面的TT了 对 因为同样把绝对这一波王明扎点 也只能去拿更高的排名分 看得出来了 这个车阵确实自闭 而且你知道花花刚才在换每一个眼睛的时候 他在想这是谁摆的车阵这么漏风 好像摆哪个角度都会被打呀 对呀 这场比赛亲自又拿到了五个淘汰 难道说要提前预定这一场比赛的MVP了 花花跟龙仔还在互相的搀扶 北斋舔了所有的包 终于是舔出了一颗手雷 决赛圈现在是3321 阿杰 AMR 继续扶 还可以扶 因为旁边是废车 看下个圈形 马上就要刷新 这样的一个切角过后呢 TT想要进圈 要先跟天霸开团了呀 天霸这个高位可控面积还挺大的 而且你看派大新的起步 还会被底下的那个车阵的位置打 人头被北斋给拿到了 北斋现在的人头已经超出了昨天六场的人头 现在他这个房区的角落还是载圈的 因为是北斋角嘛 TT本来只有三个人的他们 这场比赛呢 关键时刻又被打掉一个 现在只有两个人 而且他们还是离圈最远的一支战队 不知道再局情况还好不好 现在这个局面天霸很有可能会蝉脸两击啊 对 亲自手里面还有一把T90 有很大可能 只要不出失误 两台某某强行往前顶 但是Kim被打三 只能停在半路 李玉放到了黄二 人头也是被李玉自己给拿下 阿姐 阿姐后位 这个点位好像没什么严谨 北斋拿到这个分数 白晓春没抢到 率先被淘汰的是TT战队 现在场上是三打二打一 这个局面还挺明朗的 因为《红家宝》那边没有车可以用 然后北斋又出不来 现在这个局面就看最后的梅花庄会给到谁了 是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房区状态 除了亲自之外 队友的房区都还挺好的 亲自之内就是头就一丝 头甲基本上都红了 对 不管是圈边的佟家宝 还是房区的北斋啊 都是有圈的 得看看关键的梅花庄 会不会极限的切给他们 是的 现在佟家宝最好输出的方向 还是白晓春那边 亲自又放到了龙仔 这一波天霸会选择进攻吗 哇 这要有扶人的那个记录的话 这把童家宝这么不刷 梅花庄是刷到了空头的北边 更靠近北斋 天霸是选择了直接进攻童家宝 再拿分 领域倒了 但是童家宝已经被淘汰 可以扶人 但这个时候 独狼北斋完全动不了啊 已经被亲自给架住了 除非北斋就是大亲自头 不然我真的觉得很难对 因为这个时候北斋要摔了这个时间 来到了前方的废车 这一波只能看对枪 北斋跟亲自 亲自头还能再承受一枪 强行对枪 亲自已经撤到蓝圈的伤害了 最终这一分应该会给到蓝圈 这场比赛再次恭喜苏州天霸 兄弟 兄弟 上把他们结束后好像说就是都在彼此 都在彼此